函数呢 它是跟对象无关的 那么要定义函数就DEF 看到DEF没有 只要你看到DEF 就是函数 就Define 所以有很多地方定义函数不一样 比方加法脚本 叫Funkerson 人家定义函数 在Masco里呢 Create Function 也是创建函数 对吧 Scata里边呢 叫DEF 对吧 DEF ABS 看一下定义函数的语法 定义函数的语法是这样的 DEF是固定的一个关键字 紧接着跟什么 跟你的函数名称ADD 后面跟括号吧 跟括号是不是得跟上你的猜数类型 对吧 猜数 A冒号 INT B冒号 INT 这是它的语法吧 对吧 Scata里边可以做类型推导 我不写冒号INT 可不可以 可以 对吧 但是我写上更加直观 这是最完整的形态 所以它的变化 它是有过程 它从最麻烦 最完整到最简单 后来干脆就消失那种 几乎消失了 如果你一下看到它消失语法 你会很痛苦 对吧 但是你通过它的过程变化 你就慢慢理解 我们先来完整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加法 对吧 它有没有返回值 有没有 有返回值 参数里边 先写名称 再写类型 冒号分隔 多个参数 都是号分隔 对吧 但是它后面呢 你要写上类型 对吧 这是定义了函数的签名啊 函数体在哪里 函数体在右边 等于吗 对不对 A加 B 行不行 任何一条语句都有返回值 A加B的返回值是多少 就是整数 对吧 那如果我们再准确一点讲 我是不是可以加大括号啊 对吧 我是不是还可以加个WAR 我说等于C啊 然后返回谁 返回C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返回C啊 这种语句能运行 我们看一下 我需要什么模式 Paste 是吧 粘贴模式 我好像粘的怎么是奉行环呢 不对吧 我是没考上来是吧 不这样 完事了吗 完事了吧 那么我现在定义了函数 看它的描述没有 ADD ADD是函数名 冒号是告诉你这函数的签名 对不对 看到这个吗 这个括号它表示你参数的类型 第一个什么类型 整形 几个猜数 俩猜 整形 整形 返回值什么类型 INT 对吧 好了 那我现在要掉函数了 我就ADD 一加几 一加二 就等于三 对吧 这就是定义函数的 那么定义函数的时候 我这样写呢 是比较 完整的 对吧 我还可以根本就不用那么写 你会看到有些人这么写 对吧 我这块写个C 啥意思 因为任何语句都有返回值 对吧 你这个大括号说不一条语句 它的最后一个语句 是不是你的返回值 所以就是C 但是我如果不写C 还是C吗 是不是C 看一下呗 配置段 粘贴 Ctrl D 咦 他说类型什么 类型不匹配吧 他找到了unit unit相当什么 unit相当wide 没有返回值 为什么 因为你这是什么语句 复值语句 是不是最后一条语句 复值语句 有凡分之八 没有凡分之八 是空的 所以 你在这定义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我不加它 行不行 可以吧 可以 再来 行不行 ADD 123 那你把这个外号拿着什么 把它拿着什么 也可以 就变成了这一种 就是A加B 返回一个数 交给它了 没问题吧 这是OK的 那这个就一条语句搞定了 然后ADD 123 非常简单 再来 看到这个R吗 把R放到最后 就是因为它的返回值是R 对吧 那么用函数实现一个D规 D规是不是就是N个数相乘啊 对吧 那我怎么用函数来实现D规 用加B的函数 用Skala的函数来实现D规 我们来写一看 那D规的话我们说 4的阶层啊 对吧 4的阶层它得什么 对 它得4乘以3的阶层 对吧 那3的阶层也等于什么 也得3乘以2的阶层 那2的阶层也等于什么 2乘以1的阶层 是吧 所以D规的时候 那1的阶层就是1了 就不要再往下D了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实现一个阶层的算法 用D规来做 那么它的核心思想就是N N的阶层应该等于N乘以 N减1的阶层 是吧 但是N减1的阶层 一定要控制一下 万一是1呢 对吧 万一是1就到头了吧 怎么写 所以大夫 定义函数码 FAC 结 N 什么意思 印的类型 它等于多少 N乘以解 N乘以FAC N减1 对吧 得判断一下 是吧 判断怎么呢 E N如果等于几 1 那他就是1 否则 就是他 对不对 这是函数吗 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诶 那么这个函数 是不是地规呢 对吧 如果一个函数 是地规的话 就必须得指定 它是什么 对 它的返回之类型 对吧 所以这里边还不够 还得去加什么 加成 void 对吧 印 所以这个FAC的函数的类型 看到没 整形值 N吧 返回值呢 印 那我要计算 那我要计算阶层 4 24 对吧 5呢 120 做起来了 这就是地规 实现阶层 那么地规的函数 必须定义什么 返回值 应该是显示定义 对吧 定义 返回值类型 也就是返回类型 所以这样写的是错的 应该加什么 应该加它 SKALA 我们刚才说的 怎么写 FACT WAR N等于1 复合循环 这是复值的吧 对吧 复完值之后 是不是NR 等于R啊 我们这边要简单了 对吧 它直接循环 它循环的话 怎么是 1到N的个数吧 对吧 你不成N吗 那就是1到N吗 然后它把它成在一起吧 对吧 R等于R乘I嘛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咱们通过哪个 咱们通过D规来实现 对吧 这也可以 好了 默认参数 还有代名参数 这个也很好 就是我们定义函数的时候 可以代参数 但参数还可以给什么 还可以给默认值 能力吗 好 所以接下来 比方说 函数的什么 默认值和代名参数 它的好处就是 你调用起来很方便 比方说 我写一个方法 大夫吧 对吧 我们要有个大夫 那么大夫呢 我说我要修饰一个字符串 可以吧 那么decorate decorate是修饰嘛 decorate 修饰串 那么你修饰的串的话 就前面加一个修饰串 就前缀吧 前面加前缀 后面加后缀 中间是你的串 所以我就有个什么参数 所以我就有个什么参数 pryfix 使劲 那么还有你的串哦 使劲 是不是还有个suffix 也是什么东西 使劲 那么等于多少啊 等于的话就是前缀加后缀加什么 加中间的值吧 pryfix加什么 加使劲 再加suffix 这可以了吧 没有分号是可以 没问题是吧 好的 把它烤过来 粘贴在这 paste 那么我定义这个函数 能运行吗 看一下 decorate prefix 那么你想 我如果要调用这个decorate decorate 我要传几个参数 前面一个传一个 这个东西 包起来吧 中间传一个 hello 后面传一个 这个东西 可以不 就包起来 我能不能传俩参数 行不行 不行 因为你的参数 没有默认值 没有默认值 所以必须得给权 能力吧 必须得给权 那么为了给权 我就得加什么东西 就得加默认值 那时候如果我不传财 是吧 如果我不传参数 那么它就什么东西 它就是这种 那里面 它是这种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么写 我掉的时候 我怎么掉 还是decorate 过号 我能传俩参数吗 其实我就想传个hello啊 行吗 不行 为啥 如果你只传一个参数 人家是从前到后开始匹配 把前队给匹来 是吧 把前队匹了 那个值没有匹掉 所以你起码还得再传一个词 word 诶 写错了吧 是不是decorate 对吧 这错了 对吧 然后加一个东西 这是可以的 但前队不对啊 对吧 所以既然那个默认值啊 已经给我了 我也没打算替换掉前队 但是我不能传那么多 那我就怎么写 我说使俊等于 就来了 对吧 所以当我在传参的时候 我可以指定 就是给哪个参数来传 就加你的参数名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加参数名的好处就是 我还用不关心参数的顺序 我不需要关心的吧 我可以在任何位置上 对指定的参数传参 因为它有了名字 对吧 所以对于这个的调用 scala decorate 你要传餐 对吧 但是你要传的话 就是使俊等于谁 等于hello 那如果你想传 把前队换掉 那你可以怎么写 pry pryfix 等于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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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可以吧 我想问一下 我把它放到后边行不行 行不行 行 里面有参数名字嘛 对吧 但是我不写行不行 我不写行不行 那跟他一样啊 如果他也不行 怎么样 不行 对吧 你这个不写 那就从前到匹配 这个词又没有默认值 完蛋了 对吧 OK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hello 这是 spark 或者说很多这个 scala 他写的这个框架 很多时候都会用那种方式 默认值 对吧 你就不用传那么多了 pryfix那边也有 到时候他们还会讲pryfix啊 那你这个怎么获取到 如果是别人写的 知道他自己的 你要看他的代码啊 你要看他的 这有原文档啊 对吧 你没有文档 谁能看得懂 对吧 你肯定要配套 OK了 还有变程参数 那变程参数 怎么弄 看见吗 加法中的变程参数 是什么写的 对 三个点 省略号码 是吧 变程参数 在scala里边 人家用什么 用了一个星 比方说 大夫是吧 我要做加法 我多个整数相加都可以 所以 a int什么 星 那反的话 我打反 啊 我怎么反 那就要循环 是吧 要循环 放循环 是不是可以 对吧 放循环的话 能写吗 每一个都交给他 是不是可以用a 我要打印 是不是可以试试 这样行吗 试一下吧 粘贴 那么我现在add 其实并不是加什么 我12345 转 对吧 这就是变程参数 但是如果你要加 那你就应该怎么写了 括号吗 对吧 哇 这是总和吧 等于几样 零吗 然后放循环的时候 怎么做 怎么写啊 sum等于吗 x呗 最后还得写什么东西 还得写sum 对吧 paste add 123 主要的吗 这就是变程参数 哪个 新 sum123456 这说过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sum into5 这个行吗 我们说这个add啊 这个sum好的 对吧 这叫s 这是求和按数吧 对吧 求和按数呢 我用的是变程参数 那么我要传的是 e to 10 大家看一下 e to 10是什么东西 e to 10啊 人家什么对象 人家是一个 inclusive 是吧 它是一个范围下的inclusive对象 就包含两边 它是一系列数字 但它本身是一个对象 而我们现在这个叫变程参数 所以我要取sum 我要取sum add的话 我能不能把e to 10传进去 这个是不可以的 没有吗 因为它的类型不一样 类型不匹配吗 而e to 10能够帮我们方便快速构建什么 一个范围是吧 一个范围 而我想把这个范围作为数字 参数传给这个函数的变程里去 用哪个 用这种语法 冒号下滑线星 它说将e to 5当作参数序列处理 所以这样的话就怎么 冒号下滑线星 就出来了 所以对于scala add e to 10 这是错的 我要想用 这个吧 将什么 将e to 10 当作什么 序列 这是它 好 那么 在地规定义当中 我们还会用到上面语法 这就是地规嘛 对吧 也是一个序列 这是一个变程参数 那变程参数里边 看到它怎么做的吗 这个args是什么东西 args是变程参数吧 对吧 变程参数里边呢 它有一个tl的属性 tl 那tl就是砍掉头之后剩余的部分 1到10 1234567890是吧 它的tl就是234567890 它的头就是1 所以当它在做地规 雷家和的时候 你看它怎么算呢 它说 如果要它在长度等于0 那就是0了 没有数字嘛 否则args.i head head是什么取出这个第一个元素 然后去加什么 地规后面的这个序列吧 看到吗 args.kio 冒号下还心 又按照一个序列来处理 所以雷家和 代夫 sum 它用的是什么呢 它用的是变程参数 星 那怎么实现呢 这呢 if args.什么 lens如果等于0的话 那就是0是吧 如果等于0 得括号吧 我这机会没有了 又没有机会 还不知道记事本在这上边 是吗 你可以代夫 对吧 sum 这是args冒号 印他星 是吧 然后它得到 它的返回 这是不印他呀 等于吗 对吧 括号 if args.lens 如果它等于0 那它就是几 就设定 否则呢 否则呢 否则是args.什么 head 加上sum 是不是tl 对吧 args.tl 下滑现心 它是这种方式 那么sum 是不是它定义了 这不定归吗 对吧 那就相当于 1到1加到10 就等于1 1加2加3 对吧 那是n向盒 对吧 1加上2的n向盒 再加3的1 一直加 写一条语句里边说好 能够成功 成功了是吧 那么 这几到几 1 2 3 4 5 加一起15 这样成了 对吧 其实没什么呢 好了 那么 它还有一个叫过程 我们刚才讲的是函数啊 什么又是变长参数 又是这个 命名参数 默认值的 对吧 还可以低规 下面又来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和函数很像 唯独没啥 Skara对于不返回值的函数 有特殊的表示法 如果函数体包含在花块号当中 但没有前面的等号 那么这个类型就是什么 Unit 那么这样的函数就被称为什么 过程 那么过程呢 它不返回值 我们仅仅调用它 就是为了它什么 它说叫副作用 这也容易让人意误解 应该叫辅助作用 不同的人翻译的不同一样 对吧 它可能英文翻过来就叫副作用 副作用是起的吗 医疗上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定义过程 很简单 对吧 比方说我叫打印是吧 或者叫out吧 我叫dif out 我输出一个数字 A 印的 但是唯独没什么 没有等号 就是一个花块号 上去就干什么 上去就打印就行 A吧 这种方式 它就叫做过程 但它也是代数啊 对吧 out out A 印它 这个是吧 打印 A 你看到防御值吗 unit 对吧 那么假如说我在后面的确给它加了一个数字100 那这个语句是多少 他这是错误还是警告 他不是错误 是吧 他说警告 他说有个 纯表达式 是吧 纯粹的吗 纯粹的吗 pure吗 对吧 什么也没干 在语句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 他警告 多个表达式 他可能什么 要求 要关闭是吧 但是我能不能调啊 可不可以调 可以调 对吧 他并不是错误 只是警告 不推荐怎么干 ok 所以过程有没有返回值 没有返回值 还有 没有什么 没有等号啊 对吧 这个就叫过程 那么你看他这是一个box 就打印一个块 是吧 里面带个数字 人家就用什么 就用这种过程来定义的 没有等号 他说有人 不喜欢这种符发 他非得 加这个 碍事不是 对吧 那如果要加他 还得再加个他 哎 对 加在外面 又是警告 对不对 是警告吗 因为这个表达式 它是一个纯粹的表达式 拿掉就好了 其实功能一样吧 对吧 无非叫法不一样 一个叫过程 还有一个叫lazy 什么叫lazy